我最讨厌又强化掉虚伪的男孩 说什么什么爱你在心口啊难开 我最喜欢叫她是的真正的男孩 她知道知道这么用心来把我爱 我要奉劝那情都初开的女孩 如果你要找男朋友不要只看她 外衣表帅不帅 你要留意她是不是很坦白很实在 如果她是初中外表虚伪的男孩 你不要不要对她付出你的情怀 如果她是坦白实在真正的男孩 像这样这样的男朋友才是可爱 我要祝福那天下多亲的女孩 希望你们找到一位可爱的伴侣 真正的亲爱 这样的人生会过得很幸福很愉快 我最喜欢的女孩 她感谢了 在今天我们的聊天时间 我们请到了很多的漂亮小姐 请到了很多顿位很重的 也顿位很轻的 很年轻貌美的 还有个子很矮的 我们打了一个来聊聊 那么今天我们谈的也就是 目前幕后也就是说戏里戏外 怎么说呢 就是说很多人说歌星明星要塑造一种形象 那么这个形象是大家在荧光幕上 或者是报章杂志上看到明星 他是什么样子的 那么到底他私下是什么样子的呢 那么今天我请到的各位呢 我们就是来谈谈 我们就谈谈自己到底是什么德性了 前面讲就说 电影上是什么样 私下到底是什么德性 那么先介绍我们这一位火辣辣的陈莉莉小姐 是香港的 那么再为您介绍他们两人的名字 只有一个字字差的陈莉莉小姐 坐在我右手边呢 就不大讲话 今天聊天时间你一定要多讲一点 李秀琳 坐在我左手边 江林好久不见 欢迎你江林 坐在江林旁边 发心跟我有点雷同的样子 坐在杨帆旁边 跟他的动位相差很多的中美一小姐 现在要听一首歌 今天有这么多歌星 我们到底请哪一位来唱 各位观众你猜 我最讨厌又强化掉虚伪的男孩 说什么什么爱你在心口难开 我最喜欢叫她是的真正的男孩 她知道知道这么用心来把我爱 我要奉劝那青豆初开的女孩 如果你要找男朋友不要只看她 外一表睡不睡 你要留意她 是不是很坦白很实在 如果她是初中外表虚伪的男孩 你不要不要对她付出你的情怀 如果她是坦白实在真正的男孩 像这样这样这样的男朋友才是可爱 我要祝福那天下多亲的女孩 希望你们找到一位可爱的伴侣 真正的亲爱 这样的人生会过得很幸福很愉快 我最讨厌又强化掉虚伪的男孩 说什么什么爱你在心口难开 我最喜欢叫她是的真正的男孩 她知道知道这么用心来把我爱 我要奉劝那青豆初开的女孩 如果你要找男朋友不要只看她 外一表睡不睡 你要留意她 是不是很坦白很实在 如果她是初中外表虚伪的男孩 你不要不要对她付出你的情怀 如果她是坦白实在真正的男孩 像这样这样的男朋友才是可爱 我要祝福那天下多亲的女孩 希望你们找到一位可爱的伴侣 真正的亲爱 这样的人生会过得很幸福很愉快 会过得很幸福很愉快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